这个善根叫金刚种子 永远不坏 他造业他收报 他造善业三善道收报 他造卧业呢 这三卧道收报 什么时候 他对于这个六道的国报啊 感到厌恶了 感到讨厌了 他阿赖眼里面的佛法种子就先赢了 就起作用了 只要这个种子起作用 只要他想到佛 念到佛 佛就先进 自佛踏佛了 只是一佛 此地设地他佛 是自信 自佛 是讲我们现在自身 自他不二啊 虽然在迷 迷这个身相 拿来的 还是自信 离开自信 无有一法可得 所以大神教常常我们听到 身福 身是众生 一切众生 佛是自信 也就是 性相 宝 自信 是世心 是佛的佛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相呢 这个相是 世心 做佛的佛 这样讲 大家就好懂了 自信 能信 能生 现象呢 是所信 所生 能所保 这就好懂了 自他万人 自他不二 自他万人 能所不二 修真不 修什么 真干 真修 真的放下万云 真的老实念佛 这叫修 修的功夫到家了 功夫成就了 你就正得了 所以 有修 有正 这个修正 是讲什么呢 具足的讲是四个字 性 结 行正 他这个修字里面 就包括了三个 能信 能解 能行 这修字里面 包括这三双四句 后面能证 证是证过 我们对禁宗法门 我们能信 能于真正法愿 求生净土 证干 证干就夜心 专念阿弥陀佛 这正干 佛来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正国 尽忠的正国 就是往生 信 心结 行正 所以 我们要认真把它做出来 还原观上讲的 唯一有责 为什么呢 做出来就是度众生 我们不照规矩做出来 自度可以 没问题 不能理他 尽忠是大臣 大臣不舍众生 念念要帮助众生 念念要有成就众生的 这个心 这个念头 总要帮助他 帮助他 他有没有缘 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们今天没有神通 我们不知道这个众生 跟佛有没有缘 但是 我们能 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的 把这个修正 这个信节行正 做出来 给他看 他有缘的 他相信 可能这一生 他都 他没有缘的 也给了众生根 他看到 我们这个形象 所谓是 一立而根 荣为道中 看到是 裂眼根 听到 是裂耳根 阿赖耶里面 都中了佛的种子 这些全都中了 相根 虽然这一生 他还是迷惑 他还是不相信 这个善根功德 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经教里面说 这个善根 叫金刚 中子 永远不坏 他造业 他收报 他造善业 三善道 收报 他造卧业 三卧道 收报 什么时候 他对于这个六道的国报啊 感到厌恶了 感到讨厌了 他阿赖耶里面的佛法种子就先赢了 就起作用了 只要这个种子起作用 只要他想到佛 念到佛 佛就先赢了 佛慈悲造了基础 所以 来生后世 必定因阿赖耶落下这个种子 他得度 你说这个功德多大 世间法 世间法 世间法讲六道啊 六道里面一切功德了 都比不上这个功德殊胜了 所以我们做出这个学佛的样子 给人看了 这几大功德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佛 对 糊 虾 亨 又 后 呐 我 我 不